今次介紹的單位 減了露台的面積 原來室內的實用面積 只剩下263呎 但看上去仍然很有空間感 屋主想要一個日式設計 另外他在儲物樑也有需求 但想盡量隱藏式 為了營造和風 客廳區做了一個日式畫框的效果 配上條紙屏風 地板鋪上塔塔米式的地墊 坐地下都可以 室內還有其他木系的家品和家具 加強了日式家居的感覺 但收納空間究竟去了哪裡呢? 原來在客廳上面的燈槽位置 暗藏了三邊儲物櫃 有很多儲物空間 而沙發後面 原來都是一個直落到地板的大儲物櫃 移開塔塔米地墊 都有儲物地台 這些儲物空間 都因為外面加了清鏡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不見了 地台特地做到約六吋高 減低了壓迫感 而且下面加了燈帶 營造出懸罰的感覺 其實你會見到 沒有什麼位置放鞋櫃 所以都想了一段時間 最後就幫它安排在餐桌旁邊 隱藏式做了一個鞋櫃 開放式廚房的儲物空間不夠用 所以餐桌旁邊都設計了一個隱藏式的廚櫃拉欄 以特別訂造的餐桌 平時這樣放大概三尺長 下面又剛剛好可以收留一張長燈 如果有朋友來 這樣放就會延伸成四人餐桌 原來還可以把餐桌靠長橫放 不單止飯廳的活動空間大了 整間屋的視覺觀感又變得有點不同了 至於睡房就走簡約路線 最大特色就是床後面的特色牆 特別選了一款摸上去 有軟墊感覺的牆子 儲物地台做得比客廳的較高 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地台連衣櫃底的空間都用到盡了 睡房和浴廁之間打通了 造成套房的效果 明星期間